各位Jeff 那今天我们就要讲这个事情 我觉得其实首先想要讲这个事情 就是那个女孩子被判了 其实我们自己是新山人 然后她是发生在新山 所以我们是有关注这个case 那我觉得呢,观众给我们话语权 我们身为这个网红 我觉得不应该只是拿我们的网页来赚钱 其他人要这样子做 那是其他人的决定 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发生 然后我们这一次发生的目的 我觉得大家在看这个视频 不要觉得那个只是那个女孩子的事情 那其实是2017年的时候呢 就是这一位女生呢 她撞向就是 所谓那个他们讲的那个 角色打 其实她撞向的那边呢,其实是16个人 所以8个人其实在那边就有过失 这个案件就打了5年 但是我想讲,各位今天你看这个视频 这是关系每一个有驾驶执照的人的问题 因为呢,未来的法律是怎样做这个鉴定的 就是呢,以第一个的案子判的这个案例 来做一个标准 来做一个guide line 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各位所有的driver们 这件事情证明什么 这些脚车党是对的 下次你看到脚车党 你看到马人贝在那边骑飞车 你要停住给他们过 所以各位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我自己在大马路在highway 看到十几个人啊,这样子 那个摩托这样子 骑,然后脚飞起来都超纹 那,这个是在马来西亚最恶劣的文化 只有没有脑的人会这样 为什么?马来西亚那些车破率是全世界最高之一 为什么?第一,我们路灯没有 第二,这些班人被这样做所爱事 拿你的命去玩耶 那么这样蠢的,命这样不值钱 他们的命不值钱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的命值钱 这件事情其实是发生在凌晨的三点多 是 然后它其实是从 新山内环公路 如果我们看图片的话 其实它像是从Custom那边 回Skudad的那个路 就是一条大道 然后是一个highway 对,它是大道 然后是将会脚车出现 照理讲是不允许脚车这样子去上路的 因为如果你这样子去上路的话 你是不是要有脚车公路 就跟新加坡一样 那highway的目的是什么? 大道的目的是给车跟摩托骑士过的 我们有考执照的 请问脚车有考执照吗? 这样是不是今天你不需要lesson了 你只要有basica就可以了 只要你有basica 你就是一个执照的大车 对,而且这个是一个很不良的行为 从小他们就飙脚车 然后他们脚车是没有brake的 开装的 而且是非常低非常矮的 然后还要在上面做superman 我相信就是在我们马来西亚驾车的人 其实都会看到他们 然后看到他们一定是很怕的 真的我每次驾车跟他们 我们一定要笑的 你懂吗?那个路是我们 可是我们驾车的人 反而要笑到最旁边 因为很怕他们 而且这个案件 它其实已经五年了嘛 他们打了五年 然后其实他已经有 曾经被判了 就是无罪释放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呢 当时候呢 他是有提到他 没有玩手机 没有超速 有绑sip belt 他全部都是根据就是驾驶的那个law 他没有break any law 所以他是他们停在一个大马路旁边 然后那个地方很昏暗 今天判定的那个法官竟然是告诉他是 如果那个地方很昏暗呢 记得你要加慢一点 可是重点 如果你有看新闻的话 当时他的时速是50 50很慢了 我刚才在路上 我test了50超慢 这样子我想强调 那个法官讲 这样那个法官是不是讲 这一些家长没有错 那几个人under18岁 是under儿童保护法令的 其实要针对 是不是先针对这些家长 首先第一件事情错的 一定是家长 因为你没有管教好你的孩子 半夜3点 16个人结党 在路上在高速公路 在大道骑交车 有没有夸张 你不是在你的花园里面 骑交车 你在大道里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 三更半月 你将会在那边 这个是很夸张的 三更半月3点多 你们在那边 16个人 在highway上面 我觉得很需要强调就是 highway是for车用的 诶 各位你们知道吗 我们新山 最主要来回巴西古当的道路 晚上进来 都没有路灯 我每次从那边回来讲 驾车真的是要很小 各位医院 Joho 杰碧的医院 我不相信你们没有经过 巴西古当的highway 每一天只要晚上 半夜一秒车的时候 死不恐怖 我们要用前面的路 来照前面路灯 然后那一条路 是新山三条 大路之一的 主要往返大道 是最塞车的路 而且很多车祸都发生在那边 很落后 你看到法官讲那个 如果那边没有路灯的话 你该这样慢慢 请问 我们全部人是有缴税的 如果没有路灯的话 是不是应该在那边设路灯呢 难道是我们人民要去那边 怎么放lamp post 不是吗对不对 你懂吗 就是讲错的东西 已经完全都不make sense了的 他在全部的 他已经是曾经无罪释放了 为什么他会突然间被判成有罪 然后六年耶 六年了耶 是他不是讲 所以六年是太夸张了 六年是一个人的青春 六年耶 你都不懂明天你还要活多久 他就判你六年 然后你扩买假期 四年五年 你还是很夸张的事件 所以是不是问题出现了 半夜他出来 你没有告 这样证明脚车是对的 父母是对的 因为你判那个人他错 第二 那个大道竟然可以没有路灯 这样你是不是应该坐路灯 这样你应该告政府 这两点已经错了 这个三观已经毁坏了 读书多得多 只是一个求生活的技能 但是三观跟读书是没有关系 不需要强调 这不要去讲到华人跟华人 不要牵着种族 我们讲的是事件 所以各位在下面留言 不要去留言 种族跟种族没有关系 他的判定绝对是不合理的 对 为什么 因为其实全部东西 你都可以在新闻上面看到的 对 当时候发生的事情 他有没有违规 等等等等 其实全部东西都没有 当然我们没有任何人希望的 就是 八个小朋友的性命就这样没有 对 我相信呢 这个女生根本也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 是 但是父母真的有责任 OK 你让你的孩子呢 在三更半夜大脚车在大道上已经是错了 当法官判这位女生有罪的时候 为什么父母却没有被判有罪呢 2001年的那个儿童保护法令的话 这个罪行应该也应该判在八个孩子的父母身上 为什么只判在这个女生身上呢 因为他们同样有罪啊 我们跟你们一样都是driver 我们这个权力就代表着这些没有license的人 我们考了这么辛苦 我们还钱 我们还税 我们却没有享有一个合理的公路使用权 我觉得就是当这个法官这样子判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他已经让这些大脚车的人呢 觉得他们在高速公路上 在任何一个马路上呢 已经是合理化的行为 如果我们任何一个骑士撞到他们呢 是我们的错 而不是他们滥用这个公路的人的错 这个真的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所有驾车的人 驾摩托的人的事情 已经是所有人的事情 到底谁可以帮他 帮助他这件事情 我们也不知道 我觉得没有 我们希望有帮助可以帮到他的人 真的 我有看到就是呢 他有写呢 他要六年劳跟罚款六千块 那这六千块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他们家的需要的话 我觉得我们都很乐意帮他们付这个东西 只是当然也更希望就是有权利的人呢 可以去帮助他上诉也很 极客家的坐牢 event他的瑞士有申请 可以暂缓吗 要安排上诉的事情都不可以 所以各位华社的这些议员 这些政治家 你们听到了 就应该帮华社去发声 因为我们是讲华语 我没有办法给不同的社群知道 但是我知道 马来社群同样也有针对这件事情去发声 因为马来社群也有driver 所以各位你不要觉得他的事情 你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五年前的昨天也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 这五年他经历了什么 没有人可以想象 已经身为父母的我们 我觉得他的父母一定很伤心 对 所以不管什么都他 我觉得两方面的父母也伤心 但是归咎起来责任先错的是 你没有做好教育你的孩子的责任 而导致了其他正常使用这个规范的 这个使用者变成了罪犯 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不能接受的事情 所以现在是我们大家都不可以驾车 驾摩托 我们全部人都要搭驾车 对对对对 因为他是最大的 只要驾车我就最大 这个东西是绝对不合理的 只能说真心 希望就是真的有人可以帮助他 希望我们这个video出去 对 钱的这个六千块部分 我们可以帮他给他 但是他要的远远不止六千的东西 他要的是有权利的人站出来 我们身为一个自媒体创作人 我们就是把这个问题讲出来 然后呢让社会大众普及化 知道这件事情 大家不要觉得就是 不管你是 对跟你没有关系 或者是你觉得你不要gap 还是什么 这个东西会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因为他今天的判刑 已经间接性的让这些脚车党呢 好像合理化的可以在公路上这样子乱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们的要讲究到这边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继续判断 这是我们的一个立场 然后我觉得也请大家不用做太多的揣测 我们要讲的就在视频里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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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